两年前,在我这套房子刚装修的时候,当时就被楼上漏水淹过一次,不过当时发现得及时,淹的并不严重,而且我刚装修,家里也没什么东西,所以没有造成什么损失,然后我就去找到楼上,我楼上住的是卫大妈,我把我家的情况跟她说了一下,她当时也不好意思的说,早上她出去买菜,卫生间的水龙头忘关了,她回到家才发现,我说就算水龙头没有关,那么一会儿也不至于就会淹到楼下啊,难道你家卫生间没有做防水吗? 大妈说装修时只把淹浴那部分做防水了,外边没做,我心想,这次就算了吧,邻居还是以和为贵,而且我这次也没什么损失,我就跟她说,阿姨,还好这次没淹什么东西,要不然损失就大了,你还是赶紧找人把卫生间重新做一下防水吧,要不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,我要是找你赔偿,就太伤和气了是不是? 那大妈一听我这么说,脸色立马就变了,不耐烦的说,你懂什么,重新做防水还得把地砖都砸开,你知道多费事吗? 再说就算真把你家淹了,我陪你不就行了吗?我们家不差钱,真是的,这么小年纪比我还啰嗦。 说完就把门关上了,我当时都愣了,没想到这大妈这么不讲理,明明是我受了损失,我都没说什么,反而她还一直给我脸色看,我劝她做防水,不仅是对我好,对她自己也好。 现在她家这样,万一再忘记关水,水不但会渗到楼下,连她家的地板都会受影响,到时候后悔也晚了。 过了几个月,我把这件事情都淡忘了,我家里也装修好了,搬了进来,可是一天我下班,让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我一开门就发现,我的天花板跟水帘洞似的,到处滴水。 彩粉刷好的墙壁也都被淹成了世界地图。 最可气的是我当初精心购置的石墓家居,全都被泡了,这次真的损失惨重,我的心仿佛都在滴血。 我赶紧上楼去找大妈,敲半天门也没人开,而且我隔着门泵,好像都能听到屋里哗哗的流水声。 我又赶紧给物业打电话,这才联系上了大妈,原来大妈下午一直在外边打麻将。 她回来后,我赶紧让她把水关掉,然后拉着她去我家里。 我说你看,这哪是漏水啊,这明明就是发大水了,你怎么能把水开那么大就出门了呢? 你看你把我家里淹的,你说怎么办吧? 这大妈一看这场面,也是面不改色,心不跳,一看就是老江湖了,吊着嗓门跟我嚷道。 什么怎么办,你家淹了,我家还淹了呢? 没看我地板也都是水吗?再说房子漏水是我的问题吗? 你应该去找建房子的人,这房子一开始建的就有问题。 我说阿姨,你讲点道理好吗? 房子交付之后,房水都是要业主自己做的,跟人家开发商没一毛钱关系。 可她就是不听,说什么都要往开发商的头上扯。 我说那你的损失你去找开发商,但是我屋里的水是你漏的,你得陪我。 家具什么的先不算,我这屋顶墙面地板全都报废了,我当初装修花了不到二十万。 什么?二十万?你怎么不去抢劫啊?就你家装的这破玩意? 别欺负我老太太不懂,我说大妈你不要不失好人心。 我这只给你算了基础的装修费,家具损失我都没算上。 你爱怎么算就怎么算,漏水又不是我的问题,是房子的问题你懂吗? 你去找开发商吧。说完胳膊一腿就走了,我找到物业,物业也明确告诉大妈,是她防水没做好,造成的楼下被淹,跟房屋质量没有任何关系。 这大妈听了说,那我现在重新做房水好了吧,如果下次再漏了,肯定陪你。 呵呵,当初那个口口声声说不差钱,漏水会赔我的大妈,现在给我耍起了无赖。 第一次损失不大,我原谅了你,但现在这可是二十万的损失,我怎么可能再忍气吞声? 我说都是邻居,我本来不想走到这步的,但是我跟你好好协商,你不听,那就别怪我去法院起诉你了。 后来我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走法律途径,我申请对漏水原因做了鉴定,鉴定费用是两万。 在交钱之前,我还找过一次大妈,可她还是拒绝赔偿,没办法,我只能先垫付。 后来结果出来,没有任何疑问,漏水完全是楼上造成的,法院最终判定,楼上不仅要赔偿我装修费和家具,还要承担我的鉴定费和诉讼费总共二十八万多。 因为之前大妈的种种行为,我提前申请了财产保全,把大妈的银行卡冻结了,在法院的支持下,大妈负责不把钱赔给了我。 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,一开始我就跟大妈提过醒了,当时做防水可能就是几千块钱的事,但是她不听, 最终她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二十八万的代价,而且还要修自己的房子,你说这是何必呢? 一点小事我可以选择不追究,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得寸进尺,记住不要拿别人的善良当做你耍无赖的资本,我是王金条,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。